大家好,我是水滴,今天用蓝莓蛋糕说一下马芬蛋糕制作的一些技巧 今天的马芬蛋糕制作过程很短,所以第一步就要打开烤箱预热 准备一个大碗,倒入面粉,半小勺盐,两小勺泡打粉 还有红糖,用白糖也是可以的,把它们搅拌均匀 另外取一个大碗,倒入味道清淡的植物油,不要选择味道明显的橄榄油和花生油 加上牛奶,牛奶也可以用冷水代替 再加入质地浓稠的酸奶,如果你加的酸奶不是特别的浓稠,就适当的减少水分 酸奶油也是可以的,再加上柠檬汁 酸奶和柠檬汁的加入亦是为了风味,同时也让蛋糕体比较湿润 把两个大碗里的材料混合 马芬蛋糕的制作之所以简单,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搅拌蛋糕体的过程不需要特别的技巧和手法 可以直接像这样画圈搅拌 我刚才忘记放鸡蛋了,不过没关系,直接打在面糊上 先把鸡蛋打散,再和面糊一起继续打圈搅拌 虽然搅拌没有技巧可言,但是注意搅拌不能过度 搅拌的时候动作要轻柔,速度要慢 否则,面粉会起筋,就不蓬松了 像这样,蛋糕体里依然有少量的细小干粉就可以停止搅拌了 我准备的蓝莓比较多,先拿出两把,一会儿做蛋糕顶上的装饰 撒入干面粉,或者玉米淀粉也可以 蓝莓表面比较光滑,这样蓝莓不容易沉底 如果你用草莓,树莓这一类表面比较粗糙的水果,这波是可以省略的 把蓝莓倒入面糊里,再略微搅拌两下就可以了 动作一定要轻柔,不能过度 在每个模具里先放入两大勺的面糊 今天我准备的面糊份量比较大,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做两个版本的蓝莓蛋糕 蛋糕顶上用预留的蓝莓做装饰 用空余的模具或者另外用烤碗加热水和蛋糕一起进烤箱 产生的蒸汽也有助于蛋糕体的湿润 这是普通版本的蓝莓蛋糕 再做一盘蛋糕,只是这次我们要加上冰箱里没有用完的苏粒 这盒冷冻的苏粒我们一共用了三次,做法大家可以看往期 轻轻撒在蛋糕顶上,一样加杯热水和蛋糕一起烤制 我们的苏顶蓝莓蛋糕也做好了 稍加改变做出了两款蓝莓马芬蛋糕,无论哪种都非常好吃 植物油,酸奶,一杯热水保证了蛋糕体的湿润 但整个过程依然快手简单,操作只需要十分钟 所以我们必须第一步就预热烤箱 我是水滴,今天这款零厨艺快手爆浆口感丰富的蓝莓马芬蛋糕分享给你 喜欢就请关注我,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